Hello,大家好,我是妙招姐 大家都知道,平时我们微信朋友圈里发视频,最多只能发15秒的视频 那么今天,妙招姐就来教大家一个小妙招 不管你的视频是1分钟,2分钟,还是5分钟,都可以发到朋友圈里 方法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点击微信右下角的我 再点击收藏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接着再点击最前面这个相片的图标 在手机相册里选择你要发布的视频 大家看到,这个视频是2分21秒的,我们选择它 然后点击完成 接着,在视频的上方输入视频的标题 比如,妙招姐的视频 输入好后,再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在这里可以选择直接发送给朋友,也可以选择分享到朋友圈 我们点击发表 现在去朋友圈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发表成功的视频 我们点开它 这样视频就可以播放了 非常的简单吧 在下面这里还可以快进快退 以后有好玩有趣的长视频就不用再担心无法和朋友分享了 另外,这个功能它还可以一次性分享多个视频 我们到相册中选中多个视频 就可以一起添加进来了 那么它除了可以添加视频 还可以添加图片和语音 文字也可以任意编辑 我们可以将它编辑成日记文章的形式分享出去 非常适合用来叙述一些事情或故事 最后,妙招姐再教大家一个微信拼接长途的技巧 同样的,我们还是点开最前面的图标 然后选择要拼接的图片 每张图片之间还可以加入文字 编辑好后,再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然后点击保存为图片 这样长图就会自动保存到我们的手机相册中了 我们可以用它来发朋友圈和发送给朋友 是不是既简单又好玩呢 怎么样,今天这几个微信使用的小技巧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就赶快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如果你想看更多实用有趣的小妙招 就请关注妙招姐吧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